《大乘起經論》 《別教的菩薩道》 請大家打開講義 第51面 我們講到別教的菩薩道修行的位次 在《大乘起經論》 他把別教的菩薩道 認為整個核心在修菩提心 大聖啟動的菩提心 它分成三種菩提心 第一個叫做性成就發心 這個性成就發心指的是誰呢 就是我們前面說的 外凡的這種實性位的菩薩 實性位的菩薩 它這個菩提心是怎麼建立起來呢 生性業果 修實善業 它就是透過對大聖佛法的一定的信仰 對無上菩提的一種薄弱的願力 然後對因果的信心 好好的調伐自己的身口一善業 所以按照這個啟心論的說法 菩薩道在前半段是談不上六度的 也就是以智力為主了 那麼這個實性位的菩薩呢 當然它就靠著對大聖佛法的信仰 對無上菩提的願力支持的自己啊 當然搖搖晃晃的走過了十個街位 花了一萬大劫 到了內凡位 內凡家行位啊 這個不一樣 叫做解行發行 內凡位的菩薩道呢 它除了信仰跟願力以外啊 它多了一個禮觀的智慧 就是空假中的三觀的智慧 實柱的空觀 實行的假觀 到實惠相的中觀 那麼這種三觀智慧現前以後 它修六度是怎麼修呢 大聖啟心論給它八個字 叫做隨順法性修學六度 這六度怎麼就隨順法性呢 舉一個例子 它說這個內凡家行位的菩薩 它布施怎麼修呢 它說以知法性無千貪固 隨順修其譚波羅蜜 說它為什麼修布施呢 它只有一個道理 因為我要隨順中道的法性 而當我的心要順從中道的時候 法性是不能有千貪的 有千貪就不能有法性 有法性就不能有千貪 我為了要隨順法性的嚴固 我必須棄捨千貪 所以我修波斯波羅蜜 它是這樣修的 也就是說它整個都是法法消歸真無的法性 我為什麼要持戒呢 因為法性裡面沒有破戒這件事情 我為什麼要修忍入呢 因為法性的內涵沒有稱心這個東西 所以它整個六度 完全是以意念真如法性的理觀來做引導的 所以它這個菩提心 就是隨順法性的菩提心 這第二個 不像前面的完全是一個斷惡修善的一種信仰 那麼這個兩個都遞前 不管外凡內凡都遞前 到了分正祭入了出地以上的菩提心 叫做正法心的菩提心 這個正法心呢 大正請書也給它八個字 叫做無有境界法身顯現 前面的內凡的理觀呢 他關照的是法性 就是因地叫法性 但是你成就以後呢 法性轉成法身 諸位 法身就是有功德的受用了 那是有國地功德了 那法身那是能夠顯現暴身顯現硬化身 那是有功德下了 所以他這個時候呢 境界像脫落了法身顯現了 就是夜暴身的這種法 他從這種夜暴身轉成法身了 所以 他說外凡的信仰式的菩提心 內凡的法性的菩提心 到了地上的菩薩呢 叫做法身的菩提心 他是用法身顯現菩提心 我們來看 什麼叫法身的菩提心呢 我們看分正即佛 分正即佛者 實地聖種性及等覺性也 初歡喜地 明見到位 以中道觀見第一異地 開佛眼 成一切總治 行五百猶尋 出入時報無障礙土 出道保索正念不退 得無功用道 隨可化機緣 能百戒作佛 八相成道 利益眾生 好 分正呢 什麼叫分正呢 就分佛福明 分正法身 叫做分正 當然這個時候他的法身顯現了 他不是在因地的 只是隨順法性 他是有法身的妙用 這個地方包括誰呢 包括實地的聖種性 即等覺菩薩 我們知道 大正的聖道 跟小正的聖道不一樣 小正的聖種性 他正的空觀就是聖種性 但是 諸位我們剛剛看過 他內凡家行為 雖然叫內凡 還是凡夫 但是按小正的標準 這三十星 十柱十星 十徽相 都是聖人 你看初柱斷見禍 七柱斷失禍 是不是 所以 我們不要看 這個是大正的內凡 那是凡夫 不是的 因為他沒有正入中道 的真如 所以叫凡夫 但是如果正的空性 他肯定是夠了 要以帳通兩架 他早就入聖位了 所以聖道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小正的聖道 正的空性就聖道 入聖位了 就分正記了 大正的聖道 對不起 要聖道的思想 要法身顯現 你必須要集功集腳集中 所以到了這個時候 才叫聖位 那麼聖位為什麼叫實地呢 這個地方 要取這個大地有三種功德 第一個 不動力 因為這個菩薩 從一種凡夫的有所得心 叫隨順法性 到最後法身顯現以後 他能夠不動 不為一切順利的因言所動 他的菩提心啊 就像大地一樣的堅固 第二個 人生意 那麼 他的整個菩提心呢 來自於他所射受的 三昧神偷的功德啊 入了出地以後 任運的增長 他不要作業了 就像這個船啊 他死到大海以後 就是這個船 剛開始離開大地的 離開陸地的時候 這個地心一定會把它拉回來 所以他進進退退的很辛苦 但是一旦離開了地心引力 這個船到了大海 自然的前進 人生意 大地能夠生草木啊 就是說啊 這個出地的菩薩 那一念菩提心啊 能夠升起廣大的 三昧神通 無量的功德 第三個 富載意 這個大地菩薩呢 就像大地能夠啊 富載一切的萬物 不管你是乾淨的東西 髒的東西 大地啊 是蓋瓜成壽 就比喻這個大地菩薩呢 這個大悲心啊 平等的教壞一切的 善因緣 惡因緣的眾生 這個是指的這個 這個代有法身的菩提心啊 這種三種功德 不動意 人生意 富載意 所以叫大地 我們看第一個 出歡喜地 那麼出地為什麼叫歡喜呢 因為清正法身 盛大歡喜 前面的外凡內凡啊 都是在思維中道的法性 在這個地方主理思維 但是道的歡喜地啊 他經過長時間的一大阿貞子節的休息啊 終於清正法身啊 所以他覺得這一路走來啊 終於有了成果啦 就深大歡喜啊 叫建道會已經清正中道的時下 他以終關的智慧呢 建第一地 開佛言 成一切總次行五百遊行 出入時報無障礙徒 就是出到保守啦 跟佛陀啊 住同一個家啦 就是 可以說是身在佛家 身在佛家呢 他有三種功德 第一個正念不退 他的念頭很自然的 念念有如 沙伯洛海 跟中道的時下相應 不像前面的內凡位 他必須要不斷地靠回向 當他偏空的時候 他必須用這個眾生跟佛道啊 的相狀啊 把他拉出來 他如果偏有的時候 他必須用空觀的智慧 把他相狀再消一消 所以他那個前面的內凡位的菩薩呢 要不斷地修正自己 他的念頭啊 經常會失念 失去中道的正念 但是出地菩薩呢 他任運的 就能夠跟空有的思想平衡 得無功用後 他的進步 是自然的 不用刻意了 第三個 從他立他的角度呢 他能夠有因緣的話呢 出地菩薩可以在一百個 沒有佛的世界 視線做佛 八向神道 利益眾生 我們說明一下 如果這個眾生是該他教化 那麼出地菩薩就現佛神 其他的菩薩呢 就一佛出世千佛父子 就做他的弟子 這個菩薩 法身菩薩呢 是互相幫助的 等到這個眾生的因緣 是歸另外一個出地菩薩 那你就現佛神 我就做你的弟子 就是說 他只要有這個眾生 有跟他有緣的眾生成熟了 那麼就互相幫助 那麼出地菩薩可以在一百個世界 二地在一千個世界 乃至於十地啊 弟弟十倍的增長 幹什麼呢 利益眾生 是這樣子 在沒有佛教的地方建立佛教 出現三寶 來 利益有情 這個是出地 我們看二地的 二地到這個 十地 二 離構地 三 發光地 四 宴會地 五 南聖地 六 現前地 七 遠行地 八 不動地 九 善會地 十 法雲地 各段一品無名 正一分忠道 這個十地菩薩的功德呢 古德啊 把它用十波羅蜜 來配對 就是出歡喜地啊 是不失波羅蜜圓滿 離構地呢 是借波羅蜜圓滿 就是說這個人乃至於在夢中都不換戒了 離構地 他的借恨親近 發光地呢 是忍波羅蜜圓滿 他的智慧呢 可以使他呢 安忍不動 四 宴會地 是精進波羅蜜圓滿 他能夠不斷地保持進步 第五 南聖地 南聖地是禪定波羅蜜圓滿 六 陷前地 陷前地是波雷的智慧圓滿 七 眼形地 方便 這個是方便波羅蜜 前面的智慧波羅蜜偏重在空觀 這個方便波羅蜜假觀 就是方便散喬 那麼方便散喬 那麼方便散喬有兩個 一個是回向方便散喬 一個拔跡方便散喬 這個拔跡 是直接的去救度眾生 回向呢 是透過間接的回向 第八 怨波羅蜜 不動地 怨波羅蜜圓滿 這個拔跡 在別教是有意義的 因為 阿賴也是的業力 他的轉變有兩個 不動地前 無財捨障 金剛道後 易熟空 我們上一集科有講到 就是你的業力 什麼時候改變呢 第一個八地 第二個稱佛 八地是怎麼改變的 因為八地的菩薩 他的寄生我是被破壞 所有的業力要得果報 一定要有一個自我的概念 就是你沒有我 這個業怎麼能夠成形呢 所以八地菩薩 他的整個有落業力 第八四的因緣破壞了 他只有業沒有力了 沒有力量這個東西 他不然得去德國報了 因為他的分別我子 寄生我子都破壞了 不動地 結果上慰地 上慰地是利波羅蜜 包括修習利跟施責利 修責利指的是修行的行動 施責利指的是匯解 那麼也就是說 這個上慰地 菩薩成就事物外變了 使法因地 法因地是治波羅蜜圓滿 他的大法治癮寒中得水 他能夠有兩種的功德 第一個受用法樂制 第二個成熟友情制 法因地 那麼以上的各段一品無名 各證一份中道的法身 我們看最後 更破一品無名 入等爵位 一名金剛星 一名一身補醋 一名有上士 那麼到了實地以後 最後再破一份的生香無名 無名有深入一變 這個生香是最初的一念妄動 最尾系的 最堅固的那個無名 就入等爵位 那麼等爵位 一名金剛星 金剛星 為什麼等爵後星叫金剛星呢 因為那一念禪定跟智慧的心 不會一切煩惱所壞 而能夠壞一切化 他那個禪定升級那個中道 極攻極甲極中的智慧 已經是非常堅固了 這個時候叫一身補醋 善差一身就補佛位了 又一名有上士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智德大師他把菩薩道 開始用出地來分叛 他認為地前菩薩道的 菩提心叫原修 不管你是智慧也好 不管是菩提心也好 都是要假借陰言 外在的陰言 你必須要借一種力量 你的心要借一種力量 或者借空觀 或者借假觀 或者借宗觀 才能夠讓你保持中道 而成就菩提心 叫做原修 到了地上的菩薩 他的心啊 不必靠空觀 也不必靠假觀 也不必靠中觀 他的心啊 直接的跟中道的法身直接接觸 叫做真修 那麼他這個真修的過程當中 他肯定經過斷見師禍 對不對 他要修空觀 前面的十柱他修空觀斷見師 那麼他斷見師跟一般的生物人斷見師 有什麼不同呢 古德講出一句話來形容大政菩薩是怎麼斷見師 他說啊 人政諦解 不取政 勇服務信臟如阿羅漢 菩薩觀一些法空的時候啊 他的智慧啊 有人力來取政於小政的這種偏空涅槃 但是呢 他不取政 他從阿羅漢的偏空涅槃門前走過 他借用小政的空觀 來斷除如夢如幻的見師 他的諦解足夠取政 他不取政 但是他是呢 勇服信臟 他勇服斷見師的煩惱 就跟阿羅漢一樣 所以說啊 斷煩惱不一定要入偏空涅槃 小政的聖人啊 錯解了這個道理 他以為不入偏空涅槃 好像煩惱又會踩出來活動 菩薩也沒有斷 也沒有正的阿羅漢 他照樣的從涅槃 他不住生死不住涅槃 他還是沒有煩惱 所以他這個地方說 人正慧解而不取政 勇服信臟如阿羅漢 就是說這個菩薩道 一路走來到出地之前啊 他也經過小政的借位 但是他呢 修而不振 好我們看最後的究竟極佛 究竟極佛者妙覺信也 從金剛後心更破異品無名 入妙覺位 作蓮花葬世界 七堡菩提樹下 大堡華王座 獻圓滿爆身 為頓根菩薩 轉無量四地法輪 究竟極佛是妙覺 他的法身啊 從出地的法身到這個時候啊 破了十二品無名正的十二品的法身 這個法身叫不思義法身 叫妙覺法身 那麼他從金剛等級的金剛後心以後 更破一品最後的身相無名 入了妙覺的佛果 那麼他的佛身是怎麼獻的呢 作蓮花葬世界 獻大堡蓮花 在七堡的菩提樹下 大堡華王座 這指的他的一報 他的正報呢 獻圓滿爆身 前面的藏東兩教呢 不管是裂應聲 或者代理的聖應聲啊 都是有老病史的 但是 這個佛陀的教化是 短時間的 但是別教的佛陀 那不是 那是有始無終啊 敬未來祭啊 廣度有情啊 因為這個圓滿爆身啊 他是沒有結束的一天的啊 那麼現在這個爆身佛呢 為頓根的菩薩 就是說這個菩薩他必須要 他修中道呢 必須要研修 他要空甲中 四第三關的因緣 才能夠順入中道的法性 轉無量四第法門 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啊 藏東兩教在修行啊 跟大聖的菩薩道的思考模式不同 不太一樣 就是說 藏東兩教啊 他知道人生很多痛苦 但是他覺得 解決痛苦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消滅它 你給我痛苦 那我就 把你給三界的因果消滅了 入片宮裂盤 那麼大聖菩薩呢 他也知道人生是痛苦的 你每一次在三界受生 都有老病史的折磨 他也知道 但是他的態度呢 是轉變它 他總共在心態的改變 所以 就是說 處理問題的方法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看 我們明顯的看得出來 大聖菩薩在 外凡之良位 乃至於內凡的佳行位的前半段 在十柱之前的菩薩 共生文修學的 很多地方跟生文法沒有太多差別 除了他的菩提心以外 他的智慧操作 是以空觀為主的 你甚至於他在整個外凡的知良位 岔尾越讓智慧之良 幾乎等同凡覆 但是呢 他們的形態不一樣 他們要改變生命 而不是斷變生命 這個是很關聯 就是說 你這個人是不是大乘總性 就看你對三界是什麼態度 你想消滅它 你有這種概念 那你的思想的導向 應該不是往菩提的方向走 除非你改變 你的思想 可能會先到涅槃去一趟 就是說你成佛之前 肯定要先到偏空涅槃去一趟 因為你想消滅它嘛 第二個你想改變它 那就不一樣了 那你的跑道 是往菩提的方向走 就在這個地方 一個斷面的概念 跟轉變的概念 第二個 別教的佛還是有位無人 前面的藏通別的佛都是有位無人 因為沒有一個人正著出地以上 還落入別教 沒有這種情況 按照天台的叛教 當然天台中他必須根據他的教法 一路的這樣順過來 但事實上 沒有人正得法生的還在別教的事 還在刺帝上官沒有這回事情 過程可能他空假中 但是一旦的出地 諸位法生只有一個 你不能說出地別教的法生跟嚴教法生不一樣 沒有這回事 嚴修可能不一樣 過程不一樣 法生只有一個 所以他一旦入了出地 對不起他入了嚴教了 他可能前面的思想是不圓滿的 是次第三觀 一旦入了法生 他一定入嚴教一心三觀 法生因為儒只有一個 一儒無二儒 所以到了其實按照天台的叛教 別教的佛等同嚴教的二行 十柱十柱第二行 他破了十二品無名 嚴教的出柱破一品無名 這份法生 他等於是二行 第二行 這個我們到後面再說明 你先知道一下 別教的出地以上都是有味無人 沒有人到了出地還待在別教 沒有這回事情 好我們看官法 此教名為獨菩薩法 以戒外道地為出門 無負二秤而能皆通 通教三秤 既備皆厚皆明菩薩 不負明二秤也 好這個官法分兩段 一個入道出門跟死法成正 那我們看這個別教的出門 此教名獨菩薩法 別教啊 沒有二成人 沒有僧文人也沒有元傑秤 因為他一定要發菩提心 甚至於大乘請信論的說法是 菩提心是主修了 這空曉宗只是堅修而已了 所以他這個你不發菩提心 你不可能做別教的 就是說你的觀念還留在斷面生命 那你不可能做別教了 以界外的道地為出門 他以三界的道地 這個道地當然是指的是 菩提心修學六度 以六度 直接修六度為出門 無負二秤而能皆通 當然他也可以把通教的利根人 觀念一切法空 他如果能夠觀到一切法不空 而發覺菩提心 這個菩薩就能夠轉入別教 那麼通教的三乘既然被別教所接 那當然是大乘菩薩了 就不再是二乘了 大乘的菩薩道 按照別教 古德把它分成四個階段 就是外凡的菩薩道 叫做四項的菩薩道 身心悅果 休息時善 內凡的菩薩道 是理性的菩薩道 依止法性修學六度 因為法性沒有遷灘 所以我修布施等等 那麼聖位的菩薩道 就出帝以上的菩薩道 叫法聖的菩薩道 是理事無外的菩薩道 極攻其腳極重 那麼第四個是佛位的菩薩道 那是事事無外 一位無量 無量為宜 所以整個別教的菩薩法 這個道地 就是六波羅蜜 它有四個結尾 外凡內丸 聖位到佛位 是理 理事無外 事事無外 四種都不懂 這個菩薩道 越來越圓滿 越來越奇妙 我們看仁惡的死法成稱 我們先念一小段 死法成稱者 一 源於登地中道之境 而為所觀 窘出空有之表 二 真正發心 普為法界 那麼每一個教派都有它的稱 就是你當然佛法的修學 不是你這個哲學家 只是想要想出一個道理 佛教是要去實踐的 要去改造生命的 改造生命當然你就必須要有車子坐 那麼前面的藏中兩教的車子 只能夠從生死遇到偏空的涅槃 這個車子就全排休息了 這個別教以後的秤 總共從生死而經過涅槃 然後最後趨向無上不敵 這個車證是 不是走三百遊行 走五百遊行 直騎保守 那麼當然你這個車證要啟動之前 你必須把車子的質量準備好 準備一些油 準備裡面的質量 大聖菩薩也是這樣子 你要準備兩種質量 第一個正之見 中道的之見 他言中道的理性為所關鍵 而超越空有之表象 大聖佛法 你要走之前先知道什麼叫中道 就是說你先不管你做到做不到 至少你講得出什麼是中道 你的什麼叫做 猶如蓮花不著水 亦如之夜不足空 當然我們彷彿一做事情 就多度極端 可能要嘛就什麼事都不想幹 要嘛就執著 一做事就執著 要嘛就是我不幹了 就這樣 就是說 這都沒關係啦 就是說 你做得到做不到是意味的事 但是你的思想要正確了 就是至少你知道什麼是中道 那麼這樣子你就有什麼好處呢 你會保持進步 因為你的思想就是以你生命的引導 如果你連什麼中道都不知道 你就不會進步了 你就不會進步了 就是說我們會換錯 這個很正常 關鍵是你換錯以後 你有沒有能力自我調整 我講實在話 修行人啊 別人跟你講什麼 通通沒有用 通通沒有用 因為你不會聽的 一個人的生命只有自己改變自己 因為別人跟你講話 你就認為他在站在對立面在講你嘛 所以你最好知道 什麼是真理 然後你有一種自覺自神自調的能力 你不要失望別人會糾正你 不可能 因為講理你也不會聽的 一個菩薩道要進步 只有一種可能 自己去要求自覺 你沒有這種自覺 你就沒希望了 而自覺來自於政見 就是說 你起碼 你做不到中道 你起碼中道是長的什麼樣子 你要知道啊 什麼叫做 不偏空不左右 什麼叫做 名利不可證 義務不可值 你先把這個平衡的中道 到底先了解 當然你做不到 但是先了解 這第一個 第二個真正發行 這個也很重要 你也先管你自己做 先不要管做到做不到 你能夠為整個法界 先把你的自我意識放下 為了佛道 為了眾生 許下你心中的目標 上求佛道消化眾生 就是說 你在行佛道之前 你的菩提心 跟中道的政見 這兩個是基本的 先管做不到做不到 先把這個 這兩個目標確定下來 好 那麼你這兩個資料有了 我們就有資格來看看 往後怎麼走 三 三 安心指官 定愛會策 四 次第便破三禍 五 是次第 三觀為通 見絲 成沙 無名為色 傳傳簡教 是色令通 六 條式三十七道品 是菩薩寶具陀羅尼 入三解脫門 正中無漏 七 用前藏通法門 助開十相 八 善之 信 助 行 像 地等 妙七位差別 終不為我刀即上聖 好的 那麼這個地方 三到 八 這個是一個過程 這過程 第一個安心指官 定愛會策 那麼 當我們有了正之見 跟菩提心以後呢 當然第一個 菩薩道都是由內而外的啦 沒有人說你一開始就走出去想幹什麼 先調整自己的心態 那麼當然你要先面對自己的顛倒妄想啊 就修止官啊 但修止官一開始啊 都先修止了 先修定 在寂靜當中再去修官會 但是修禪定的時候要注意啊 定愛會策 因為寂靜 會有種快樂的感受 因為你一個人很躁動啊 你的內心會很 有很大的壓力跟負擔啊 因為你這個不理 不隨順法性啊 那麼他心靜下來的時候 他會產生灘愛 這個時候你要用空性的智慧來調伏自己 整個禪定的寂靜也是虛妄的 也是騙計詞啊 照動相是執著 激進相他也是執著 所以你看大正佛法動靜惡相了然不深啊 他眼一兩邊啊 那麼當然他也可以用不定性來策劃自己 用空性的智慧來策劃自己 總而言之 你在修禪定的時候不能產生灘愛 四 赤地騙破賞禍 以空官破劍屍 以假官破沉沙 以中官破無名 當然他前面的空官破劍屍 他斷禍而不取證 這個我們前面說過了 第五 你要知道修學赤地 三官是通達的 劍屍沉沙無名是閉塞的 你要傳傳簡校試塞令通 什麼叫傳傳簡校呢 我們前面說過 你一開始走路就要有政見 有願力 那麼如果你覺得 你很長的時間都沒有辦法突破 這個時候你要靜下心來 先不要往前走 到底你問題出來哪裡 為什麼這個障礙 這個妄想 我老是過不去 是哪裡出了問題 是我的禪定跟智慧的不均等 或者空官跟假官的不平衡 太空性太沉默了 或者太躁動了 太攀岩了 你一定要傳傳簡校 你在每一個街會有障礙的時候 你都要自我檢查 自我反省 找到問題的問題根源 到底是什麼情況 讓你比賽不通的 第六 條式三十七道品 是菩薩寶祭陀羅尼 入三瀉托門 聖得中道的五龍 那麼我們前面說過 修行他必須要 大聖菩薩在前半段的時候 是共生文學的 他還是要把 聖文法的這種 三十七道品 聖文的界定會拿來 當作菩薩的一種 破除黑暗的光明 使命成就三瀉托門 空無相無焰 對三界的國報不深愛找 前面的四次地 傳傳簡校 是瞭解問題所在 這個地方的條式道品 是實際的去解決問題 用三十七道品來解決 你的前面的障礙 第七 用前藏東法門駐開十項 你要知道 開方便門是真實項 凡是藏東別人釋教 厚厚一定涵蓋淺淺 不可能說別教 就完全拒絕藏東兩教 也不可能原教去拒絕別教 沒有這回事情 厚厚一定含色淺淺 更以義方便駐顯第一義 我們看第八 善知信助形象地等妙 七位差別 中部位淘吉善盛 你要知道謂次 避免以凡難勝 這個地方我們要注意一下 菩薩道 有一個很重要的規矩 就是辟談個人的果證 我們說明一下 因為你不是生文人 生文人他不幾幾六度的知量 他對佛教沒有太大的影響 他可能一輩子就在山中過了 所以他知不知道位次對他頂多影響到自己 但是菩薩道一旦修到末期的時候 你有知量力 你的講話有影響力 不管在家出家都是這樣子 那麼你一旦談到你個人的果證 一旦不管你念佛有些感應神通 你講出去 這個叫做過人之法 那麼這個過失按照任元經的說法 比幹殺道一旦還重 因為你做殺道一旦影響到自己 你今天妄談你個人的果證 你說你念佛的時候有什麼 看到什麼看到什麼 那麼你這樣子有三大過失 這不是傷害道理的事情 你對整個佛教界產生三種負面影響 第一個誤導眾生的知見 所有的佛法都是讓眾生回光緩照 你可好 你這麼一說讓真假大家的向外叛眼 這種果證是佛教的副產品 你中道真如法身寫線你什麼都有 但得本不從沒 那麼你今天妄談個人的果證 好談感應神通的後果就是 激發眾生的攀岩心 本來眾生就很有攀岩心的 結果大家就不誤修行了 追求外在的東西 你給眾生一個錯誤的引導 所有的佛法都是要你向內帶 結果人家本來是正視正見 聽你開示以後變成向外攀岩 你慘了 念佛以後他不老實 開始看看佛來了沒有 這不是你害的是什麼 念佛法門求一心不亂 結果你求感應神通 你把眾生的心往外帶 第一個誤導眾生的知見 第二個擾亂佛法的次序 你很容易讓人家誤解你是聖人 你就跟凡夫不一樣 而事實上你是凡夫 感應跟正德真理是兩碼事 但是一般人沒辦法判斷 那麼你會被人誤會是聖人 但是你的身口一表現是凡夫 會讓人家覺得聖人不過如此 你這個時候擾亂佛法的凡聖次序 整個次序大亂 凡夫不像凡夫 聖人不像聖人 你第二個過世 第三個破壞眾生得度的因緣 眾生各有各的因緣 每一個人跟哪一個善事有緣的 是過去生住好的 你講過人之法 別人都來攀岩你 他本來跟某一個善事是學得好好的 他可能有成就的 結果他一過來 大家都跟你結 結果你也不能把他帶好 結果他呢 又離開過去的善事事 只破壞他得度的因緣 佛法的因緣 不能有人為操作 只能夠順其自然 該誰度化就是誰度化 不能有個人的人為的操作 你一旦講過人法 那所有人都來親近你了 當然這個正常 所以佛陀要所有的菩薩 你有任何功德都不能夠鮮養 因為你不能擾亂佛傳的士氣 你不能破壞眾生得度的因緣 他跟你沒緣 就沒緣 這不是哪一個人高明的問題 除非 有一個例外 靈命忠實 你將走了 可以 你露一手給大家看看 這個可以 因為你露完就要走了 那你是在證明佛法的功德 這個時候你選選過人之法 問題不大 因為他要了親近你也不可能 但是你一旦講過人之法沒有走 那你問題就嚴重了 誤導眾生的自戒 破壞眾生的 得度因緣 擾亂佛法的秩序 這三個過程你扛不起了 按照任根基的說法 比個人造殺到淫萬的過世還重 因為眾生的上根就是因為你這樣子 結果都破壞了 好我們看後面的九十 九 離為順強軟二賊 測十姓位入於十柱 十 離相似法愛 測三十姓另入十地 前面的三道八是整個陰地的修行 我們應該怎麼修止觀 怎麼調整心態 遇到障礙怎麼面對 到了第九呢就是說 當你的功德顯現的時候 障礙顯現的時候 你要能夠遠離 當然就是 你還是用你的空證劍跟菩提心來 引導你自己 走出順利兩種的賊 使命從十姓到十柱 最難走就是十姓位 因為理官薄弱 那麼業障太重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淨土宗就是 從十姓位就要求生淨土 因為十姓位的問題最多 你的身心的障礙 外在的因緣 可以說內憂外患 但這個時候當然 你一定要靠你的願力 跟你的智慧 來化解問題 第十 離相似法愛 這個特別指的是禪電 測三十姓 內凡的三十姓 入十地的身位 這個畫面的引離 兩種障礙 順利兩種障礙 跟離法愛 我們要說明一下 尤其是大乘菩薩更重要 因為你這個大乘菩薩 到後半段的時候 很多殊勝快樂的經節現前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在美國才發生一件事情 說美國有個鄉村 有個退休的老婦人 她是基督徒 她退休以後 她沒事幹 她就每天騎腳踏車 早上騎到教堂去做義工 手地啊 貓桌子啊 什麼事都幹 她每次都把教堂整理得乾乾淨淨的 每天做完保費 人家走著她就留下來做事情 所以很多人滿感激她的 有些人就會買一些巧克力啦 餅乾的去送給她 有一天這個老婦人說 我這身體快胖了 我不能再吃甜點啊 她說你們不要送我甜點 大家想 那不送到甜點送到什麼好呢 哦 她就把這個錢集資 送到一張彩票 那麼後來呢 插了這個彩票 其中一張彩票 她得了第一特獎 看這個彩票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人買得多錢就多 人買得少錢就少 那麼這一起的彩票 結果呢 她得到五百萬的彩金 那麼她得到這個彩金以後啊 她哪一部分錢把她的房貸給還了 然後哪一小部分錢啊 就布施給一些 給她買彩票集資的人 剩下的錢 全部借給教會 隔沒幾天 照樣騎腳踏車 去教堂做移工 那麼這件事情 媒體報導出來以後 記者就親自去訪問她 說你怎麼能夠把這些錢都借出去呢 你那些買一台車來開開多好呢 你知道這個人怎麼說嗎 他說我是一個上帝的子民 我所做的一切啊 都是上帝要我做的 如此而已 這錢對我來說沒有用 我是一個上帝的子民 我只是做上帝讓我做的事情而已 所以她這個願意這個目標 就可以看到目標明確 所以我們一個人在中間如果產生操作 那很可能你一開始的願意就不發得 所以你不要小看實行為 就是你這個願意就發得不對 或者發得不好 所有的大正佛法都會經過這個人的過程 因為大正佛法都強調積極資量 都會負值三保 有可能你的福報力會提前現前 但是你得走過去 我們這樣講好了 你的資量力啊 最好不要用因果來報答你 沒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用真理來報答你 第二個用佛性來報答你 這是最好的 當你聚集了因果的時候 那法性就要報答你了 當然你接受了因果 那法性就消失了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你寄見了人天佛報 你好像吃虧了 那可沒有 你是有智慧的人啊 所以一個修行人 他必定是從外面的業果 慢慢慢慢回歸到中道實相 再往內回歸到真主佛性 你必須要寄見所有的東西 佛性才會親自出來報答你的 就是這個道理 好 我們別叫就上到這 好 那麼大家有沒有問題 這個中道的實相啊 我們講到赤地的 調伏性的實相 空甲中三觀 到了我們現在談個言教 那就不一樣了 那是原容無外的 但是原容無外的實相 跟赤地的調伏實相 在操作的時候 是互相相輔相成的 嚴教要靠別教的幫助 別教需要藏東兩教的幫助 所以實際上 實際操作起來的時候 四教都有意義 只是說 你必須用後面的道理 來修前面的法門 道理必須要圓滿 你用後面的道理 來修前面的法門 那麼這樣子才是一個圓滿的回歸 好 有關別教的修學有沒有問題 好 請說 師父慈悲 弟子 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按照天台的修行徹地 是不是要到十行位才有資格受菩薩戒 那沒有沒有這回事情 慈性位就可以受菩薩戒 你如果沒有受菩薩戒 你的願力跟試驗是有關係的 你不發試驗 你的菩提心是空洞的 菩提心沒有試驗力的設持 這個菩提心你說你上去活到消化終身 這個是很空洞的 菩薩戒就是發誓願 那有沒有說要到什麼層次才可以有資格去受這個菩薩戒呢 我看他這個裡面的內行就是說 他這個菩薩戒是心理準備好就可以受菩薩戒 心態準備好 因為受戒是一個陰地 不是說我修得好修得好就不用受菩薩戒了 受菩薩戒是我準備要開始改變自己了 你就要受菩薩戒了 心態你有這種準備 我要開始學菩薩道 當然你這個根本殺到一萬眾戒不能換 吃素這幾個基本的思想 其他的都可以慢慢來 都可以慢慢調整 師傅那弟子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異性三光就是一個概念 那這個後面的東西呢 你問的是後面的異性三光呢 那這個別教的空甲中 幾空幾甲 幾中 就是說我們平時 就是 逆眼對近的時候就是用別教這個 空甲中 如果這個問題比較嚴重 當然是用別教的空甲中三光 從空 那原教的異性三光 就是一個概念 你知道了 你懂了 就是OK 然後就是操縱的時候 原教的一心真如是 覺知 知 指導而已 他不能動明眼 一動明眼就是刺帝了 別教的真如 是要如理思維 他要動明眼的 要有法義的明眼 而言教的真如 動明眼就不重用了 就不能動 只是 知 謝謝師傅 覺知 有知道這件事情就可以了 你好像對言教很有興趣 不過這樣子我想我們 言教跟別教其實走大乘菩薩道 這兩個都是有需要 但是事實上我們是站在言教的角度 來修別教的法 那麼 按照 叛教 你也入言教 因為 叛教是看你是 你用什麼思考模式 用什麼概念 他不堪對峙 你看別教的法 很多都是用藏通兩教來對峙的 尤其前半段的實信會 他也是 開方便門是真實相 他的方便門 也是用藏通兩教的生命議員官 無常官 但是他發的不得心 他安住中道的實效 他還是別教 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理論 要站得很高 下手要從最低的地方下手 理官要圓滿 事修要務實 整個藏通別人事教的判教就是這種概念 就是說 你的目標 你的理想 當我們在無量的妄想當中 種下第一個種子的時候 你一定要很小心 因為你這個第一個因種種錯了 表示你後面的行為 都是從這個種子開展出來 這個種子會變成兩個種子 兩個種子變成四個種子 四個種子變成八個種子 你一步錯就盤盤錯了 等到你後面再來調整 那就非常的不好 我們在妄想當中 種下第一朵蓮花必須是圓滿的 雖然是少 但是他這個種子是圓滿的 那麼你能夠從第一個圓滿的種子去修 雖然你修得很少 但是你從第一個圓滿的種子去擴散 你就走上一個正確的道路 這個叫做直期保守 我們現在有一個很錯誤的觀念 就馬上想要去做 其實不對 因為你已經做錯了再來調整 那是很要命的 你看花花精 那你沾滿了滿身的髮指 再來調整 你就很被動了 我講實在話 你在成佛之道啊 你最好剛開始就走對 否則你後面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就是說你一走就走上正確的道路 這個最好 那你就必須要建立嚴教的思考模式 當然你可以用帳通別的方法來對峙 這個都可以的 過程可以用帳通別 但是你的願力跟思考模式 一定要是正確的 你就是說 你一開始就要站在佛陀的這個之間 開始握住佛羅斯 就是說 什麼是佛陀的思考模式 你必須弄清楚 一道事情佛陀是怎麼思考的 你的第一步對了 你後面全部都對了 不管你用藏教 甚至於淨土法別也是一樣 你用原教的角度來念佛 你到了淨土 你跟一般人還不太一樣 佛陀跟你說的法 跟一般人說的法 還不太一樣 所以說 這個總性 這個是不能開玩笑的 過程 你就看一言半事 好我們講到這 上下文常附再來日